乌干达阿姆鲁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当时该地区居住着阿乔利人 该区成立于1980年 是乌干达政府全力下放努力的一部分 区总部位于阿姆鲁镇成立于1913年 该区北与阿珠玛尼区接壤 东与古鲁区接壤 南与恩沃亚区接壤 西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 根据2014年乌干达人口及住房普查 阿姆鲁区人口为149900人 这个数字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为截至2020年 乌干达人口估计超过4000万 而且阿姆鲁地区的人口 自2014年人口普查以来可能有所增加或减少 阿姆鲁区位于乌干达北部 与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 阿姆鲁县的主要产业包括农业 渔业和旅游业 农业是阿姆鲁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该地区以其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降雨量而闻名 非常适合种植玉米 牧鼠 小米 高粱 和水稻等作物 该地区还拥有大量牲畜 其中牛 山羊和绵羊是最常见的牲畜类型 渔业也是阿姆鲁地区的重要产业 阿姆鲁区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包括 1.阿姆鲁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北部 面积1442平方公里 这里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大象 狮子 豹 水牛和羚羊 2.鸡带波谷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位于乌干达东北部 面积1442平方公里 阿姆鲁地区的气候通常炎热潮湿 全年气温在摄氏20-30度 68-86度之间 雨季从3月持续到5月 旱季从6月持续到2月 阿姆鲁区位于乌干达北部 靠近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 属于热带气候 有两个雨季和两个旱季